屏幕上这位青春亮丽的女孩 就是本期的主人公 葛嘉慧 我感觉瘦了很多 我本身瘦了很多 我大概瘦了 快到快有10公斤 是吧 可以说就是吗 对 我 其实我有一点点没认出来 对 我瘦了10公斤 来日本之后 对 是特意要减肥吗 没有 就是盲瘦的 我跟你说话 真的是 我妈昨天还问我多重 然后我又撒谎 你又撒谎了 你现在多重 说实话 38公斤 我妈说你现在多重啊 我说就是跟剧前差不多啊 我不跟你说我只有七十几几个 对啊 来日本前 嘉慧在国内曾参加过几档综艺节目 也吸引了很多粉丝关注 四年前 嘉慧之身艺人来到日本发展 你住在这里的理由是什么 这个是 就人家会说我们这个问题很尴尬你知道吗 但是这个是一个 但是 但是这个问题 每次都最后突然问人家一句 真的没准备 是什么原因让嘉慧在面对节目组的提问时哽咽落泪呢 现在是一个交通发达 人口流动激烈的时代 一个人为什么要生活在那块肯定 一定有着很深层的感觉 我昏了 因为我昨天睡觉到12点 因为我昨天睡觉到12点 今晚睡觉到1点了 早上6点就睡觉了 看眼圈了 我睡觉了 睡觉了吗 嗯 我睡觉了三个小时 对啊 我睡觉了吗 我睡觉了 好 在日本作为艺人出道不久的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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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戴上去很好 看起来智商高吗 嗯 可爱 一般 看起来智商不是很高 跟智商好像没有关系 跟智商没什么关系 这个眼镜不是显智商的吗 我感觉 对 要那种很细的那种金色的那个 我戴上估计就是老花镜了 会不会不会 他那样 你老奶奶戴上镜子 可爱她 可爱 她戴的话就是一个好可爱 很萌 出生于中国南京的家会 高中毕业后便去了美国 在伯克利音乐学院顺利秀完学业后 于2017年回到中国 并通过参加一些电视节目 逐渐走进大众的视野 然而外界对于家会的质疑 似乎从未停止 在那个微博上有目击问题吗 所以你刚才说啥 说有人会对你感兴趣 我虽然不应该 没什么人对我有趣 只是感兴趣 那你不是有微博吗 我看你那个 还有很多人在给你留言呢 我害怕网友 害怕网友 我害怕这个国内的网络环境 网络环境 因为我被网爆得很惨 所以说我 真的吗 对啊对啊 尤其这个问题 我当时就想 他就说 葛家慧是吧 呵呵 对啊 就是这一句已经很好 就已经算还是对我比较 对我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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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经历了什么 就往里面往前前几年搜 你就会知道了 感觉到梦想逐渐偏离轨道的家慧 果断放弃了国内事业 他选择来到日本庆英大学 攻读媒体设计专业的研究生 继继续追梦 你来了就出道了吗 对 我来日本的时候 我是念书的 我是来念 你就是 我当时 我其实想要休息一下 对 我在我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我就回了国 所以说我觉得我需要 一段时间学习 然后去沉淀一下 去想一下我到底真的想要干什么 对 对 对 这一天 嘉慧带我去了一个 她最喜欢的地方 也是她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麻布石藩 好久不见 寒くない 今ね ドキュメンタリーの撮影してて で なんか なんかね 親友降りてくるから って言って なんかもうちょっと インタビューもしたいかもしれない でしょ すいません急に だってこっちも急なんだもん 友達が降りてくるって言うから 会いに来た そうなんだ えもうどのくらいのお知り合いですか 5年 よく話せなかったよね そうそう そうなんですか 全然 分からなかった そうなんかね 食事会 会食で出会って なんかもう人多かったんですよね でその時 なんだよ 日本語分かってるフリーって ずっとしてました そうなんですね はーいって考えた 実は何言ってるの 全然分からない ちょっとバレてたっていう そうそうそう 日本でデビューするね なんかそういうことになるって 聞いた時 どう思いましたか 外国人で えぇすごい でもなんかこの間なんか もう駅の前参ってたじゃん その夜 なんかずっと立てて もう覚えてたじゃん あそうだ そう その時ジュリすごい悩んでて あー 今後どうして行こうとか なんか歌とか作曲とか そういうので頑張っていきたいけど 世間の目は可愛いから モデルとして使われちゃう でも本当にやりたいのは 音楽をやりたいっていうのを すごい悩んで相談してくれて なんか駅のホームのところで 泣いて話してありました そうそうそう 前事務所にはまだ入ってなかった? なんか個人の事務所に入ってて その時はモデルの仕事が多かったから そのモデルの仕事も 自分から取らないといけなくて なんか自分から営業しないといけない ことも多かったんですけど 今ま ポリフローが ちょっといろいろ やってくれるから すごいありがたいです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然而 對於嘉惠而言 今天最重要的時刻 才正式開始 一緒に楽曲制作していただいて 隼武さんの 今日もピシッとしてるからよかった すごいかっこいい この1個前がNHKだったんで あ、シュロク? シュロクだった シュロク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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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若い 2個上かな そうっすよね あ、3つ上ですね 95ですか? 95です あ、そうですか なんでお願いしようと? え、素晴らしい あの、アメリカ人たちと普通と ファンだったので Wonkっていうのバンドの音楽をずっと聴いてて へぇ そう、日本にしてそういうきっかけがあって あ、絶対お願いしたいです 事務所からめちゃめちゃお願いして なんとかできないすかねって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夢の共同作業というか そういう風に はい 2022年 佳慧簽約了日本經濟公司Horipuro国际 事業初期 佳慧幾乎一直都是一個幕後製作者的身分 在她的堅持努力下 Horipuro集团的相關公司最終決定 為佳慧制作發布她的個人單曲 並且請來了她的偶像担任制作人 音楽 明日澄大學 一周 音楽 音楽 明日澄大學 一周 音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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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なんかちょっと、割とウィスパー目な感じが ハマりいいと思うんだよね 106っぽいほうがいいなと思って 確かに あんまり気張らずにやってほしい やっぱでも気張っちゃうよね 初レコーディングだし 真是 新歌的歌词很有特色 包含了中日英三国语言 虽然语言本身对于佳慧来说不算难 但要真正唱好它 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这些歌词也讨论 更多上 对 对 谢谢 你能听得比较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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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去听得比较好吗 我去听得比较好吗 你能听得比较好吗 有嘴巴 我去听得比较没得好的 熟语言到得了 好 太小了 在经历了无数次的尝试和修改后 嘉惠的个人单曲终于录制完成了 据说嘉惠平时都是在自己家里创作 这次为了拍摄特意来到了这个工作室 这边是有个防音的一个效果的是吗 这是非常简陋的一个录音 录音的一个地方 这边写了一些歌词 然后那些词到现在还没有写曲子 然后就想说那剩好写一下曲子好了 在日本的这四年里 作为制作人身份的嘉惠 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你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或者是目的 希望我自己到六七十岁 我还是人家跟你说 人家会是个作曲写歌的 然后写的还不错 我觉得能有这样的评价我觉得也很满足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您说您说 就是 你住在这里的理由是什么 这个是 就人家会说我们这个问题很尬你知道吗 但是这个是一个 但是 但是这个问题 每次都是最后突然问人家一句 然后 然后因为我们的节目的 邀请就是 就像这个感觉 就像这个感觉 现在想到的 怎么说呢 你不用讲那么复杂的一个说话 就是比如说我在 我在美国或者说我在国内 我都没有办法跟大家好好对话 对 所以说就是 我觉得就是希望可以更加自由地创作 东西吧 不需要太在乎 别人的想法 或者说我应该做成什么样 我应该去 嗯 创作什么样的东西 或者说应该说什么话 对 嗯 其实我想 看人家 一个独立的个体 自由地 稍微自由地 嗯 活在 自己的世界里面吧 我觉得 对 然后我觉得这是我 嗯 住在这里 的一个 嗯 比较大的理由吧 嗯 明白 对 嗯 嗯 好 那我们期待你们更好的巴掌 谢谢 对 然后最后还是要说一下 要抱抱你 哎呦搞得真的 哎 拍摄结束了 短暂的相处也许并不能让我们深刻了解到嘉惠眼泪背后的故事 但无论怎样都想送上我们对他最真挚的祝福 希望他在追梦的道路上可以越走越远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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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音乐也有趣吗 哎哟 我的弟弟 哎哟 我的弟弟 真的 真酷了 真酷了 那不行啊 我费就是别半斤 是我自己愿意生的呀 你是别人催的 所以你累呀 大家想象的我是不是累呀 压力大 我的体会是最累的是一个孩子 孩子越多越不累